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是想拍一個淘寶Hall 其實最近拍完那個淘寶開箱的 但實在是太慘不忍道 所以我決定再重新拍過 剛剛就展示了我最新的電話殼 但其實已經弄壞了 所以就算了 這個明信片我打一條影片 開箱的影片就說沒有光 其實有觀眾跟我說 其實就是它沒有吸光 所以我就重新再試過 那我就會把那張照片放在左上角 那我嘗試是用電話拍的 那我就開了那個 拍夜晚的模式 那應該會看到 有些螢光綠色的東西 那其實真的很漂亮 那我超級推薦大家買這個 這個好像不用10元港幣 那它還有是 全部都不同款 然後其實那個卡的質量都很高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印刷方面 真的超級無敵好的 是很優秀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那一盒明信片 那它有夜光這一點 我真的覺得是加分的 那接著有一個就是 一些類似是 那些是Stamp的物體 那它就可以黏在剛剛那個 透明的那塊板上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撕下來 當你不用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自己設計 這樣 那就比較多樣化一點 那所以我就買了 那一盒 那就是彩色的 帽子 然後有一個像圖書館 一陣記的那些印的 我真的覺得 那不是一陣記的印 那我就覺得ello好帥 所以買了 買了三本 是찌半 是比較厚的紙 我比較喜歡畫畫 所以呢 就會拿來玩玩水彩 那之後呢 那這個筆袋 真的好廣 那這個筆袋去印歪了 那其實它那些拉鍊畫 還是很OK的 整個筆袋去印歪了 那這個就是我現在用的筆袋 但其實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開箱的時候 太粗魯還是怎樣 我現在應該會展示給你們看 其實我是自己貼上它 看到裡面有一些塵 用萬鈴加 因為它本身是掉了 不過貼上去其實什麼都OK的 那我的攝影機有一點色差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這個就是我買的店 其中一間店 那它就送了這一批東西給我 那其實我也蠻喜歡這間店 好像有些包郵的東西 那它也會送一些 Extra給大家 那你就可以上去淘寶看看 OK 那接著呢 就有Memo指和貼紙 首先那種Memo指先的 那一個就是膠布樣 這個星球樣 今天買了兩個嘴唇 我超性感的 而且我比較喜歡水彩 最後這個真的很有趣 馬彩克的狗狗柴犬 真的很有趣 然後有Emoji的貼紙 我看到很多人都有 所以就買一批來試一下 也很便宜的 這個就是給我的Extra 就是Alex in the Wonderland 不過我已經剪了一塊送給別人 然後就有這個 不知道叫什麼 不知道叫什麼名的套 也很有趣的 買回來好像不用 五 人仔 不要忘記了 這個是Line的公仔 也很有趣 其實我幾乎沒有用過Line 幾乎 但是就覺得它很可愛 所以就買了 是我的人比較隨便 所以就沒辦法了 還有都是套套 這個就是長腿叔叔的貼紙 我想最終點我會買這個 就是因為它好像 不用三元人仔 但是有很多張 然後我就在想 不如試一下 然後就買回來 其實也是划算的 雖然印刷方面是有少少夢 然後就有這一本的手帳本 其實我還沒有換 如果大家有看開箱片 就知道有什麼要買 然後就會介紹一些MT 其實我不是只有一間買的 我好像買了兩間 我都不是很多經驗 所以都不評價什麼 但是在淘寶買MT 其實都是很划算的 就是便宜靚正 那因為在香港買 通常都已經被人調高了價錢 但是在大陸那裡 就是在淘寶那裡買 真的是划算的 而且印刷方面 其實都是很好 其實我懷疑有些 可能書局 我不知道啦 其實可能都是同樣的 MT 但是是一個價錢的幾倍 那我買了也有十多卷 有沒有呢 但是我發現我買的全部 盒子都一樣 雖然有不同店鋪 Sorry WhatsApp 有不同店鋪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 我在哪裡買的話 就記得在留言 跟我說 那最後呢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Like 我啦 訂閱我頻道啦 還有comment 還有share 給你的朋友看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